大家好,我是红马圈 今天分享JJ黄扇包 首先 杀黄扇 看着它的头 然后刀尖在这里 接着 在水池这边呢 就防止 这个血 到处都是 往这个喉咙的地方 一剪开 然后我们就 一捅它 一捅到底 它的内洞 就很容易去掉 我们每一条都是这样 把头去掉 然后我们砍成一段一段 尾巴不要 砍好的黄扇段六条 全部都在这里 我们用盐 两勺 白酒 一勺 装均匀 腌它五分钟 把外表的滑溜溜的东西腌出来 等一下就不会那么粘锅了 旁边压了五分钟 把它倒出来 把外表滑溜溜的东西 冲洗掉 然后就 瀝干水分 好 我们烘不浪的材料都在这里呀 这个切工不重要 切的 过程就省略了 辣椒 青红辣椒 这个是干葱头 这个是蒜子 生姜呢 切成三角形 好 这个腌过 然后滤干水分 这个是花雕酒 准备一个小碗 先把味道调了 海鲜酱小半勺 紫金辣椒酱小半勺 面纸酱小半勺 生抽一点点 一勺的清水 半勺的干淀粉 老抽一点点 鸡粉半勺 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是家庭版的椒椒酱啊 简简单单 没有饭店那个那么复杂 开火 过够肉了 有一勺 先放姜 蒜 把姜蒜 椒出香味 这广东的椒椒啊 就听到它椒椒的声音 这个叫椒椒包 然后放点 干葱头上去 过热了 关小一点火 椒出香味 看它蒜子有点起色了 然后 黄蒜 开盘大火 我们煮这个黄蒜的过程啊 重点就是把它煮干水分 大概是煮四五分钟哈 黄蒜呢一定要煮熟 鸡生虫很多哈 我们看它这个又已经反过来了 这蒜子之类的已经很香了哈 这个时候呢 已经 差不多熟了 啊 我们就把这个 青红辣椒放下去 然后再把这个椒椒酱全部放下去 哇 哇 太香了 嗯 漂亮 把味道 啊 淡尖点 然后 想要生活做得去 头顶必须带点绿 放点香菜 加开 然后加料酒 啊 漂亮 OK 啊 煎啊 好 我们先来尝一下 嗯 煎 很有味 味道好吃了 好了 我们家庭版的